大橋上面這個自殺的人,原因是橋比較高,他們跳下去之後,勝犯的情況非常少。 據說來講,他感覺解決的痛苦比較快。 我感覺我也不是天使,我感覺我沒有能力去把那些自乾堕落或者自去滅亡的人都能救回來。 我只是想通過我的努力,使那些在黑暗中的人能見到陽光,能自我走出黑暗。 南方的看法大橋的那些。 老太太就是在這個地方救得,大概六十七八歲。 一面熟第13個電線桿,下面有個漩渦,那個地方跳的人都,舊的也都 為什麼那個跳下去就找不到人了,它被那個大的漩渦都吸走了 我從一個人的背影,我就能看出來這個人是有心理問題,一個快樂的鳥,它都會叽叽喳喳的叫的,一個悲哀的鳥,它老是不叫的,它在那個會發呆,並且它的眼光不會對四周去觀察,然後它只考慮它的大腦裡面很多很沉重的事情 其實關於這個法治也非常沉重,我過去沒有自我保護能力,我跟你說,往往我救不到的那些人,那些背影,老是在夜夢中摧殘著我 我現在已經成熟了,就當我救不到那個人,看他跳的時候,我就把臉轉過來了,再也不看他 我每一年能在長江大橋上面救26個生命 我想,這26個生命就如同再造,我感覺這是我的價值,我發的這個時間不是我以人的功勞,應該是我老婆和我孩子共同寄出來的時間 有了,我有了,我有了,我今天就要… 我坐在一起… 在這竹來的時候,就要吃掉了… 我現在是說,我剛剛有做的,我生命就要被搞到我之間 我還是可以拿、我生命就要做功勞,應該是我kah,我又要做嗎 我已經救了… 我就是這樣… 我已經成功了…